未来的星期日是父亲节 又相互观察到 今年父亲节的消费情绪 和往年分别不大 在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之下 公众买礼物的时候 仍然会以父亲的心仪礼物作为优善 加拿大零售商协会 4月就父亲节消费情况 随机访问了9208个成年国民 结果显示61人 有买父亲节礼物的计划 比去年减少2.2个百分点 在发费方面 有大约7成3计划和去年持平 大约1成6人打算增加花费 大约1成1人打算减少花费 有本地连锁电子用品零售商观察到 虽然现在物价高企 但是父亲节一年只得一次 民众都会优先选择爸爸喜欢的礼物 到目前为止 今年对父亲节礼物的购买和往年相比 应该是维持在同等情况 电子产品的话永远是对于许多父亲来说 是他们一个心意名单上的产品 所以在家庭在购买的时候 他们往往也是希望父亲能够拿到最满意的产品 或者是这些方面技术的供应 所以我觉得并没有再降低这方面的消费 有可能从其他的一些日常的消费当中会节省开支 吴刚华 顾客一般都是父亲节前的一两个礼拜 开始买礼物 智能手标 智能手机 和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是今年店铺里面最受欢迎的父亲节礼物 在家庭里面最受欢迎的家庭里面最受欢迎的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